总是精神不济,工作皮不起劲,可能是体内环保没做好 你是不是常常觉得整天昏沉沉的,精神不振却找不出问题 可能是体内环保出状况 负责消化吸收的肠道发生问题了 堆积过多的废物在体内会让人感觉到疲倦 我去了18年,因为我是香港出生 我在外国读书,从我读我的营养学开始 我就了解我们身体是需要完保的 不是只是用食物来承担我们每一天的补助我们身体的营养 所以从我读书的时候我就了解外国人很多都是做运动 为什么他们做运动进那么多肉类,他身体还有生病呢 所以我们在做运动当中,我们也了解我们气酸菊里面的东西 要很容易把我们身体容易吸收 所以外国人去那个肉的时候,肉类里面很多毒素 就是沉添在肉类里面的血里面,那我们如果吃了肉类里面的毒素 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肝脏跟那个肾脏排不到的话 等于我们吸收一些东西80个巴价,但是我们排出来排不到80个巴价 然后我们就会积累在我们抢脏里面,这个是很有科学的完整医学 那当我在香港那个电视台访问我的时候,我都会跟大家分享 每一期都跟他们分享 我们去窩蟲好肉吗?那我们有碳吃嘛 碳吃要承担自己的果,就是我受了一些生病 会影响自己身体肝脏不舒服啊,还有胃痛啊,这些 医生建议清淡的饮食可以帮助肠道顺畅 多摄取高签低热量的食物,少吃肉制品和低签食物 高签蔬果可以稀释胆酸浓度 增加肠脂的蠕动,缩短体内肺物在上皮细胞的积存时间 减低有害物质的浓度 十方新闻王天伦,陈一上高雄采访报道